家里三台车 三个不同品牌的行车记录仪 像我那个525现在用着HFK 零木的UV现在用着Depal摩托 这个贝纳利的502 已经用了两个多月了 摩托卡 其实这三款行车记录仪 有一点是肯定的 你不要想着用运动相机去替代它 摩托卡的这个行车记录仪 它前后也都是标配着索尼的广角摄像头 在清晰度方面 包括晚上的清晰度方面 是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行车记录仪 我已经使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了 女神来拍一下这边 给大家说个小技巧 好多人说 你怎么让这个屏幕亮起来 菜单的键 先按一下上边 然后再按一下下边 开始有不同的选择项目 比如录制时间 清晰度 包括声音 速度 这个都可以 它也可以给你显示出你的 不同的速度 海拔 GPS定位 这都可以给你显示 它最大的好处和另外两款相比较起来 它的价格便宜 你像HFK 2000多 迪跑摩托 那个1500 对于行车记录仪来说 好多人最担心的就是 我下雨的时候怕不怕水 这个百分之百没什么问题的 你比如济南已经下了好几次暴雨了 这个完全没有什么问题 不会影响到它 但是呢 你尽量不要用高压水枪去侧面冲洗 包括我这个安装很聪明 我把这个侧面这个SD卡这个地方和这个后视镜离得很近 这样我即使刺的话 也不至于有这个高压水枪完全刺一起了 总之吧 这个摩托卡的行车记录仪 稳定性没毛病 好处就是价格上和另外两款相比有更实惠一切